大家好,這裡是妹妹物語 Fire Emblem Engage就快要在1月20號發售了 超級期待的啊 在發售前官方已經有許多遊戲內的消息 網上也有許多的試玩評測 看得眼花繚亂又怕被剧透 所以我幫大家整理出了其中5個 讓人很期待的遊戲要素 可以在入手遊戲前先看看 這次的Fire Emblem Engage 到底有哪些值得期待的地方吧 戰鬥系統可以說是戰起遊戲的核心 要是戰鬥不好玩整個遊戲就不用玩了 而這次的Fire Emblem Engage版本中的一大重點 文章式 會讓戰鬥系統的上限和自由度達到一個新高度 戒指中會寄宿著利代的主角 稱為文章式 只要讓任一個隊伍伙伴戴上戒指 他就會召喚利代的主角來附身 除了理所當然的增強能力 增加一些技能以外 最酷的是戴上戒指後還會改變角色的外觀哦 欸 等等 所有的文章式多達十幾種 而所有可成為夥伴的角色有三十幾種 所以說遊戲方製作了10乘以30 也就是300多種角色外觀嗎 也太多了吧 除了外觀上會有變化 也可以從文章式繼承一些技能等等 可以想像到戰鬥上的策略將因為不同的人穿戴戒指 而產生非常多種的戰術變化 自由度相當高啊 除了文章式的幫忙以外 每個妹子選好職業後宮軍隊是一定可以打造的 真的是太期待啦 索拉涅爾是玩家的主要據點 也就類似家園的概念 戰棋以外的養成元素大都在這裡 一些增加戰鬥能力的基本設施 武器店、道具店 訓練夥伴等等就不用說了 其中比較特別的是竟然有牧場 可以養動物 有服飾店可以自訂夥伴外觀 而且平常在路上就會看到他們穿著你的自訂服裝喔 所以說可以全員穿友裝嗎 除此之外還有許多小遊戲可以玩 不用擔心這些養成內容是不是一定要做 許多的試玩評測都說本次的養成比較像是bonus 想玩就玩不想玩也可以 太好了,大家可以專心培養女角色就好啦 另一個讓人說是期待 不如說是好奇的要素 是這種戰棋遊戲竟然有辦法連線對戰 雖說是連線對戰 但不是和另一位玩家做即時的回合制對戰 而是事先設計地圖和站位擺放 然後等別人來打你 也就是設計自己的關卡 讓別人來挑戰 當然對應的 你也可以去挑戰別人設計的關卡 打贏了就會有相應的獎勵 可以體驗廣大腦洞大開網友製作的關卡 感覺就相當的好玩啊 玩Fire Emblem Engage 最期待的當然是打造後宮軍隊啦 這次玩家遊玩的主人王造型很獨特 全身的造型都採用紅藍系的配色 連眼睛都個半 非常大膽的設計 我想有些人可能會無法接受 但是玩家一開始可以選擇主角的性別 女版的我個人覺得超好看 屬於可愛類型的 雖然一樣是紅藍配色 但是跟男主角相比實在是差太多了 有這樣的女主角遊玩過程一定會很快樂吧 不知道你們怎麼看 反正我一定會選女的開局啦 除了女主角不錯看以外 本次能成為夥伴的女性角色也蠻好看的 能成為夥伴的至少15位 之前有做過一部影片介紹我覺得其中5個最好看的女角 有興趣的也可以去看看喔 總而言之 這次Fire Emblem Engage的期待值還是蠻高的 一些測評也都給出了不錯的評價 期待正式上市的表現吧 如果覺得這部影片有趣或是有幫助的話 歡迎訂閱乒乓影片按個讚 之後也會出更多的Fire Emblem Engage的內容喔 那影片就到這邊囉 大家掰掰